这个男人是真牛逼 即便不会魔法 也只需一根木棍就能隔空点燃蜡烛 牛逼在这个魔法为尊的世界中 被选中为神觉者的魔法使得点赫的强大 身为世界的统治者 凡是与魔法相关的事情皆需他们除了 故事紧接第一季 马修一行人成功击败七摩雅 雷安宿舍的吉比被亚德拉宿舍进收囊中 可在与邪恶组织纯粹根源的战斗中 马修不会魔法的事情暴露 被救的学生是白眼狼要向老师接罚 虽然当时被同伴的气势压倒 但依旧没有阻止消息流传 飞机头上前挑衅 马修目光呆滞结结巴巴否认 眼看芬恩想要包庇 飞机头威胁他也会因此被霍格沃兹退学 芬恩不爽关尼鸟事 却不料飞机头直接被压在了地上 魅控兰斯现身救场就是看他不爽 放学后宿舍举办宴会庆祝获得胜利 他们离神抉择已经更进一步 芬恩吐槽为什么阿贝尔和阿比斯也在 阿贝尔还带来了扑克牌 并傲娇之所以出现 只是为了庆祝阿比斯权益 阿比斯威胁游戏必须让阿贝尔 不然就当场翻脸 殊不知阿比斯是个纯情小男生 对所谓的女孩子完全没有抵抗力 雷蒙想要给马修喂食泡妇 真就暴风吸入 此时场面混乱不堪 众人两两分组就完个人 随后阿比斯警示马修被盯上 对方是魔法界头号犯罪组织纯粹的根源 之前他们帮对方在校内搜寻魔力之高的人 作为回报阿贝尔从对方那里得到了力量 他的第三季号是人造的 但真正的三线魔法史将更为恐怖 阿贝尔的目的只是想获得及必成为神觉者 即便牺牲少数人也要成就大力 可从对方的反应看来 他们想找的人似乎跟马修有关 因此纯粹的根源肯定还会再来 西罗牙也会以某种形式被惩罚 阿比斯表示 阿贝尔其实只是想像母亲一样 创造一个温柔的人也能和平生存的世界 只是过程走了歪路 幸好马修出现及时拨乱反正 如果是马修的话 说不定真的可以实现所有人和平共处的世界 此时窗外出现飞鹰传输 众人一看面色一惊 马修因为隐瞒不会魔法遭到了魔法局的审判 这个世界是由神明创造的 魔法同样也是神明赐予人类的奇迹 麻瓜则是破坏这个美丽又和谐的奇迹等 总而言之麻瓜就是世界的bug 而bug就必须紧快修正 马修认为给世界带来些许不完美也不坏 光头男刚想怒喷 却被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 这个世界没有毫无根据的自信 只要最后能成功就是好结局 想要成功就必须拥有自信 来者是魔法警备队队长 光之神杖黄元 不对是莱奥 他表示所有人都生活在规则之中 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没办法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不然就没法建立秩序 马修想要改变 只需要让他的意见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说罢对方让马修在不接触蜡烛的情况下将其点燃 在魔法就是一切的世界里 他必须展现超越魔法的奇迹 证明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光头认为麻瓜绝对做不到 殊不知马修只需一根魔杖即可 就算没有魔力 也还可以钻目驱火 马修使出母胎单身的手速 用肉眼看不清的超高钻速成功生出大火点燃蜡铁 既然如此这个世界的尝试就由我来打过 突然马修左腿便被黄沙包裹 随后马修遭到了攻击 六位神觉者同时现身 目的就是为了处决马修 所谓规则就是将每个不同想法结合的工具 他们这些身居高位者 绝对不会允许出现特例 因此对于隐瞒麻瓜身份的马修处以死刑 光头突然出言反对 此刻他周身散发黑暗气息 整个人已经被纯粹的根源控制 马修是他们需要的人 因此警告神觉者不要插手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对方自告光头已经被植入了寄生魔法蜂 此种魔法生物极其危险 可以吸收人类的魔力 以人类为媒介羽化 还会把试图拯救宿主的生物当作下一个宿主 幕后之人嚣张发出宣言 这个世界已经是纯粹根源的囊中之物 来要接下对方的战书 漫长的战斗也该分出胜负 魔法生物就由他来去除 魔法局员工爆炸头出面阻止 此虫是魔力浓厚之人的天敌 一旦被寄生就会瞬间完成羽化 谈话间马修便已出手扯下魔法虫 随即虫子爆头钻进马修体内 马修淡定解释 他在口中边舔虫子边打劫 随后马修礼貌将光头扶到一旁拜拜 事情解决他想要开溜 但欧特却不打算放他走 没有魔法就得不到尊重 他依旧逃离不了死刑 马修拒绝不跟他走 说罢双腿扎根地面哪也不去 欧特见状打算就地将马修处决 关键时刻来要出手阻止 欧特不能代表所有神觉者 至少他还没有发表意见 随后一柄金色大剑射来打断了二人的争论 校长和雷恩终于出现介入此事 在魔法学校暴露不会魔法有多严重 马修刚一暴露就引来所有的神觉者要处死他 校长希望能给予马修一些时间 毕竟纯粹的根源为了他第一次派人入侵 他很可能是找到纯粹根源的限制 马修意外校长人还挺好的 殊不知校长可是前任神觉者 并且还是唯一一位和纯粹根源交过手 是魔法界的传奇人物 胡料欧特并不认同校长的观点 规则就是用来遵守 不会魔法的人就该被处理 校长突然摘下帽子弯下了腰 虽然马修还存在各种缺点 但却有着能够打动人心的奇特力量 是能改变如今世界常识的人 不仅如此 至今为止 麻瓜都被当作劣等穴的 校长逐渐对这种歧视抱有疑问 价值观是会随着历史改变的东西 但想要改变世人的价值观 需要莫大的勇气 因为这代表对方必须承认 至今为止的所有错误 可错误就是错误 见欧特依旧不打算放过马修 雷恩也出面请求大家 马修身上有着让他信任的理由 然而在场的大部分神觉者 都不赞同将个人感情融入规则 也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麻瓜就应该接受处分 然而本因审判马修的光头审判长 也改变了主意 虽然他坚持认为魔法 是神明给予人类的理由 麻瓜就算被冷落也理所当然 但他的命却被马修这个麻瓜救了 就算这个决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 他也毫无怨念 他赞同在宽限马修一些时间 欧特见状不再继续坚持 但他有个要求 说到底马修只是对抗纯粹根源的棋子 今后必须在他们的监视下行动 并且他还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对抗纯粹根源 就看能否成为今年的神绝者候选 一旦失败马修就必须接受急刑 马修答应这个环境 但只是这样他觉得还不够 随即马修单手砸地保持 那酥脆的根源就由他来痛点一点 事后同伴是真的无语了 没想到马修真的不会魔法 多特突然提议出去玩放松心情 芬恩好奇大家的变装形象 却忘了宿舍的人都是奇葩 多特一身铠甲现身 马修则一边锻炼一边前进 本以为蓝丝看起来很普通 殊不知还没帅个两秒半 那没空的属性就彻底暴露 多特带他们去了一家 只有这里才有的打板 只要用纸巾让喷嚏五尾熊打喷嚏 其鼻涕就能固化当飞镖射出 马修刚一上手就用鼻涕打赠多特 多特有仇都是当场暴 接着蓝丝想去试试新的魔杖 正好神绝者候选人快开始了 因为纯粹根源事件导致考试时间提前 但对他们来说刚刚好 反正疾病已经足够 为了可爱的妹妹 就算面对马修他也不会放水 马修一行来到魔杖店铺 满墙的魔杖让小老弟兴奋不已 只要释放自己的魔力 和自身相匹配的魔杖就会自动飞过来 作为魔力的输出装置 魔杖对魔法使来说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 可以大幅度提升使用者的水平 随后蓝丝也尝试了一次 随着魔杖飞出店长吃惊 那是在两条刚能操控的魔杖中 也是相当难以驾驭的 马修真是牛逼 没有魔力也想要体验 随后他注意到地上也有一根魔杖 连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坑 此魔杖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 因为太重所以没人能拿起来 传说魔杖之下蕴含着精灵之泉 用了这个泉水就能制作无欲伦比的魔杖 但千年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力量 这话一说马修就不同意了 店主激动万分魔杖 就免费送他 随后雷蒙和热血学长也姗姗来迟 众人愉快地玩了一整天 学校生涯此生无害 马修开心这还是第一次和朋友一起玩 希望下次还能在一起出来玩 神觉者候补选拔考试快要开始 马修却希望能回家一趟 话虽如此 马修还是决定先回家一趟 殊不知此刻 欧特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认为校长年事已高脑子也糊涂 没办法做出合理的判断 既然如此身为上位者 他要解决后患 因此希望欧尔加宿舍监督生出手 干掉马修 但马卡龙可不会因为 他是神觉者就出手帮忙 只因他追求的只有刺激 欧特表示马修击败了 同为监督生的阿贝尔 然而马卡龙却看不上阿贝尔 其必也不是越多就越强 可在得知马修没用魔法之后 马卡龙就态度大便 猝不及防地为众人 来了一首激昂的钢琴曲 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在马修回家期间 小伙伴也一同前来拜法 老爷子对于马修 能交到朋友开心不如 多特星系还带了伴手 蓝丝更离谱送上妹妹的周边 看着四个沙雕在房间来回乱窜 老爷子多少能体会纷纷的不容 不过他完全没想到 有一天马修身边 能有这么优秀的伙伴 只希望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殊不知此刻危险正在接近 自从得知马修不用魔法 完胜阿贝尔 马卡龙就彻夜难免 想要快点和马修见面 不料天上突然降下 无数金色大剑 阻止他们继续前进 随后雷恩现身 充当马修的看门人 物理魔法史最新一集究竟有多高能 雷恩觉醒第三条记号 唤醒寄宿在魔杖里的神之力 马卡龙彻底猛逼 雷恩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何为男主背后的男人 但更为炸裂的还在后面 欧特阻拦男主参选神觉者考试 男主霸气回应 牛逼 要知道在此之前 马卡龙九岁半的时候 凭借压倒性的实力 就已经打败了练习两年半的同学 一跃成为欧尔加宿舍的监督生 而监督生都是有能成为神觉者的前置 本想着要去挑战男主 没想到半路遇到了雷恩这个神觉者阻碍 作为对手马卡龙有必要装逼一下 随着响指一打召唤出一架钢琴 毫不夸张开始了他的表演 眼前的一幕让雷恩傻眼了 压根就不知道他在搞什么挥击 原来他并不是以成为神觉者为目标 所谓的神觉者也只不过是个名号 他跟雷恩不同的是他要追求纯粹的力量 两人的对峙开始 雷恩率先发起无尽之热 不料全都被马卡龙的音乐符号所一打 随后马卡龙突然发难向天空召唤出了咆哮之声 沙内间就将雷恩给压制住 等他缓过神之计才发现 自己的周边环绕着无数的音符 马卡龙对此很是嘚瑟 甚至还建议雷恩不要进行反击 这些音符可是会在涌唱咒语的瞬间产生爆炸 压制住雷恩后 马卡龙开始质问雷恩为何会悠闲到主动帮助别人 这种无聊的行为让他很是不熟 对于雷恩这种价值观根本无法满足他所追求的刺激 他奉劝雷恩赶紧滚蛋别阻止自己去挑战男主 文言雷恩也给予了解释 男主虽然是个狂妄的后辈 但他曾说过 即使不能使用魔法也是能够成为神觉者 而且他还说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常识 说着便爆发出了强大魔力 这种气场瞬间让马卡龙惊呆了 此时他的脸上出现了第三条记号 要知道在这个世上 拥有三条记号的魔导士却是凤毛麟角 如果说二线魔导士是拥有被魔法选定的才能 那么三线魔导士则是被神所选定的才能 而雷恩正是史上最年轻觉醒三条记号的人 对于男主要改变世界的常识 不管是男主鲁莽的觉悟还是冲动 他都必须要见证到底 而男主这个男人很不一样 那家伙正在反抗 反抗自己的命运 对于马卡龙这种肮脏的家伙而言 你们是无法理解的 另一边 男主由于在家玩游戏玩得很郁闷 于是跟同伴们打了声招呼跑到了森林 之所以跑得这么快 只因大家都在的话 他无法吃到这个限定版的泡芙 然而一回头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对于雷恩刚才精彩的演讲 他表示自己并不能苟同 为了让自己站上更高的舞台 他吩咐两个小卡拉米架起了乐器 随后发动了一连串的音乐朝他而去 原以为无法吟唱咒语的雷恩会陷入走投无路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不论 ハウリングサウンズが発動することなく かき消された サモンズ アレス 杖の形が変化していく これが神格者 レインエイムズに与えられた 神の杖の称号 ソードケイン 罪だ ブラックパルチだ 战斗结束后 男主也随之出现并跟雷恩道了戏 他告诉男主神格者选拔赛即将开始 但在此之前有一件事要告诫他 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要认为失败了还能重新来播 必须要打赢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逃出雷恩大招的马卡龙也幸存了下来 他很期待神格者选拔赛与男主的对类 为了让同伴都能参加选拔赛 男主将自己的疾病给予了多特和芬恩 这对于不善作战的芬恩很是头疼 同样兴奋到极点的多特也彻夜未眠 由于纯粹的根源事件影响导致了考试提前 原本参赛资格持有的五枚疾病改成了三枚以上 然而还未等男主出场 欧特就在选手通道等候着 他始终无法认同无魔力的男主 只有规则才是能使人成为人上人 只要有自己一天的存在 男主就无法在这世上得到承认 对此 男主脱下外套 秀出了自己一身18块带音效的肌肉 并且每一块肌肉都在帮男主打气 穿上外套后 他接受了欧特的挑战 怎料一走出场 不会魔法的他就被全场在笑声嘲讽 甚至叫嚣着让男主滚蛋 就连参赛选手都认为神绝者的水准被拉低了档次 对于男主靠自己努力争取收集来的疾病 多特和芬恩是知道的 本想安慰男主不要在意这些人嘲讽 可没想到 而这次三个宿舍参赛的选手共计12名代表 当然此次考试也是有名额限制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场生存游戏 再名为死灵狩猎场找到藏在场地里的钥匙 并且以自己的战斗方式逃出生天 当然也并非如此简单 钥匙会藏匿在巨魔鱼的符囊里 如果不用魔法像灼气球一样打破的话 就拿不到钥匙 芬恩还以为很简单 殊不知场地还会出现三只死灵